健康早點名 教您養生好料理 到底高血壓要怎麼吃呢 大家好 我是芋芳 為您邀請到的是我們的潘師傅 大家好 潘師傅 高血壓真的是現代人的文明餅 今天帶來的菜就是 納豆泡菜蛋包飯 所以我們今天要教大家 就是用納豆來幫助我們 預防高血壓 對 那為什麼今天要用 那個納豆跟泡菜 因為納豆味道可能不太 不是大家都可以接受 對 所以如果很奇怪 你跟泡菜搭在一起 其實它是OK的 真的嗎 對 那我們就開始來參加 好 好不好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 養生好料理 就是納豆泡菜蛋包飯 要準備的材料有 白飯一碗 納豆一盒 去皮雞肉丁一小碗 泡菜50克 蛋兩顆 蒜末少許 醬油少許 那首先我們就把這個大蒜 大蒜我們把它大概切成蒜末 待會兒我們來炒飯用 請這樣切 切得很細 對 稍微把它切細一點 但是當然盡可能 那在家裡就不用那麼講究 稍微把它切細一點就可以了 來 其實大蒜對高血壓的預防 也是有幫助 對 沒錯 我們今天其實 加進來的所有的東西 真的都有幫助 好 來 因為冷鍋冷油有沒有 它可能油鹽比較少 對 開始有蒜頭味出來 對 蒜頭我們把它爆香了以後 我們這邊就稍微讓它放一下 它有一種淡淡很優雅的香氣 豆香很香 好 我們就趁這個 就是大蒜有沒有 在爆香的同時 我們可以把它大概稍微炒到 有一點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用一個好醬油的話 你這道食物的味道 會跟別人不一樣 對 它加分非常非常多 稍微有一點金黃色的時候 我們就把醬油放進來 來 炒香它 對 很香對不對 很香 我們就把這個雞肉放進來 雞肉丁 火可以就不用那麼大了 因為我們的這個節能板 它已經開始很熱了 所以這個節能板真的有節能 節省瓦斯 節省瓦斯 對 這個就是要 因為你現在開小火 可是因為它節能板有熱 還是會持續的吃飯 沒錯… 來 我們就把這個雞肉 把它炒熟炒香 八 九分熟 再來這個時候我們就把這個泡菜 泡菜先下 對 先下來 然後呢 納豆也讓它進來 納豆是這樣子直接的 直接…沒關係 不用什麼攪拌開始 那是要配白飯再攪拌開始 對喔 好 我們再把白飯放進來 我們剛剛有把這個大蒜 爆得非常香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炒的時候 藉由那個大蒜跟醬油的香味 已經提上來了 真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把這個 後面這個飯有沒有 像中餐廳這樣大火快炒 對 我不需要 當然我們這個蛋包飯 炒飯炒好了 還要有這個蛋 我以為就這樣炒好了 沒有… 沒有喔 來…你給我一個盤子 好 媽媽要用一點美學的觀感 對 來處理這個盛盤 對 好 我們是先把它放在碗裡面 對 把它放在碗裡面 塞石對不對 對 塞石 那今天不管你就是一人份 兩人份 幾人份都OK 然後就把它裝在這個飯碗裡面 好 裝進來了以後呢 這個幫我來 倒扣嗎 就直接倒扣進來 這樣子 倒扣回來 那先放在旁邊 先不要一大早就把這個碗拿起來 因為翻一下子就冷掉了 不然又吃蛋皮的部分 蛋皮的部分 不是蛋包嗎 對… 因為可以加一點點牛奶 牛奶 對 所以我們剛剛炒飯 我們先用冷油冷鍋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 因為要做蛋皮的關係 對 所以要熱油 對 來 因為今天我們潘師傅做的是 嫩滑口味的 對… 所以是稍微熱油一點 然後像你看這樣 你看…就是這樣… 餐廳裡面那種好吃的 蛋包飯就是這樣 好 來 幫我拿起來 就這樣就可以拿起來 對… 我現在注意囉 好… 應該沒什麼訣竅吧 沒有 漂亮 拿起來的時候 你這個蛋皮有沒有 已經煎得差不多了 對 家裡在做的時候也是一樣 然後筷子稍微扶著 扶著下面有沒有 然後就這樣把它倒進來 所以它這一面是在上面 對… 我以前以為是要倒扣 No… 我就把它倒進來 然後… 是這樣耶 對… 然後旁邊 我們再給它一點點 小小的裝飾 這是海苔粉 很有日式風 對 旁邊人都說想吃了 好 這就是潘師傅為您帶來的 養餐好料理 納豆泡菜蛋包飯 接下來還有更好吃的料理 要介紹給觀眾朋友喔 好 有高血壓的人 通常都喜歡吃甜食 到底有沒有辦法 從甜食裡面來下手呢 好 今天潘師傅要帶來的 這一道甜點就是 黑糖木耳果凍 黑糖木耳果凍 對 好吃嗎 我跟你講 木耳耶 它可以當甜點 我出馬了還會不好吃 說得也是 對不起 失禁失禁 那一定好吃 我們來做做看 好 今天的第二道養生好料理 黑糖木耳果凍 要準備的材料有 黑糖50克 吉利丁片10克 黑木耳200克 水200cc 就可以了 首先我們一定要準備木耳 因為它是主角 對 木耳其實它對於 這個預防高血壓 非常非常的好 真的嗎 真的 木耳 黑木耳可以預防高血壓 對 沒錯 這個木耳以外 我們還要再準備一些 這個吉利丁片 OK 吉利丁片 因為這樣才能變成果凍 好 再來就是一定要這個 黑糖 好 首先我們就把這個木耳 黑木耳 對 木耳把它稍微 這樣把它切一切 好 所以這個就是已經發好的嗎 菜吉亞買已經發好的 沒有 它是新鮮的 你發的是乾的再去發 不一樣 對 買新鮮的 對 買新鮮的 當然最重要的 一開始我們先把這個 把它放進來 然後用200cc的熱水 200cc的熱水 我們把它倒進來 熱水其實就只要看 什麼熱水都可以了 不見得一定要就100度 真的 然後最主要我們就是 把這個果凍有沒有 成形的 把這個果凍讓它稍微融化一下 這樣子 那我們稍微讓它 大概幫我調一下 計時 兩分鐘就可以了 兩分鐘是吧 對 我們這個就稍微把它切碎 因為當然我們在果汁機裡面 要打一打 我們還需要用果汁機 對…好 所以不用切太碎嗎 不需要… 剁一剁就可以了 對 好 吉利丁現在 對 讓它稍微融化一下 對 吉利丁是不是就是像 洋菜凍那樣子的 它洋菜凍會比較硬 不一樣 吉利丁片它起來的時候 會像端一端 像果凍一樣 是喔 彈性比較有 對 所以它是不一樣的 對…不一樣的 對 我每次都搞不懂 格粉 格粉 洋菜 石花菜 吉利丁 它們的差別 它們通通不一樣 它們通不一樣 對 我想說差不多可以 就拿來用了 對 不行 不行… 因為要看說 比如說我們做羊羹 它可能就會用洋菜 因為它有一點 需要有一點硬… 口感 對… 如果果凍 要軟軟 端端的 就要用這種 對 像我這種媽媽 一定會只用一種 打頭冠 從頭到 好 我們還是講究一點 吉利丁 就是有果凍的 呆呆口感 好 融化了差不多了 麻煩你幫我準備 這個打果汁雞 果汁雞是打 對 那這樣看起來 這甜點很容易做耶 非常非常容易 然後你會覺得說 既容易又好吃 來 我們就把 大概50公克的 黑糖放進來 好 現在就等這個吉利丁 讓它融在這個熱水裡面 對 一定要完全融化對不對 最好是把它融化 對 不要怕… 打好了以後 我們就把它倒到鍋子裡面 鍋子已經加熱了 對 已經加熱了 它為何長得如此 像一張麵餅 有黑糖的香味耶 對 沒有黑木耳的味道耶 其實打碎了以後 煮這個 我們只要把它煮開就好了 然後煮開了以後 我們就倒在一個容器裡面 放涼了以後 我們就把它放在冰箱裡面 室外放涼 然後放在冰箱 大概一個鐘頭 就是硬了以後 我們就把它變成果凍 好 來 煮開了以後 這時候我們就把它 倒到那個容器裡面 然後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已經有做了一個 就是 全品 它已經結凍了 太好了 我們就是做好之後 把它放涼 放涼之後把它放在冷藏室 一個小時它就可以完工對不對 對 你真的自備來了 對… 倒扣 我們把它倒出來 對嘛 就是要這樣講究一點才漂亮 好乖喔 完全就是一個果凍了 對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進來 它有點像羊羹 對 看起來有沒有 有點像羊羹 其實它裡面完全幾乎都是 都是木耳 對 只有木耳跟黑糖 它很有幫助 非常非常有幫助 而且如果說我們吃炒木耳的話 也吃不了太多量 但是你把它打成汁 你就可以攝取到比較多的 對 木耳 而且木耳含有很多的果膠 對我們的血管是很有幫助的 奶球 奶球啊 一點點就好了 一點點的這個 枸杞 枸杞 枸杞也是對於這個血壓 也非常有幫助的 所以你這枸杞是 你只要把它泡水 泡水就好了 對 泡水就好了 不需要 還是從那個雞湯裡面 撈幾顆錢 這樣子不行啦 糟米 糟米的果凍 就在旁邊稍微點一個這個 薄荷葉 薄荷葉 好 這道養生料理 已經完成了就是 黑糖木耳果凍 今天潘老師為大家準備的 兩道降血壓養生好料理 都完成了 我們趕快來吃吃看吧 到了試吃時間了 趕快來降血壓一下 來… 好 來試吃看看 OK 這個吃起來感覺 很像在日本吃它的蛋包飯 對不對 它本來就是日式 日式口味 因為那個納豆 對 吃的時候一定要連 蛋一起 對 台北比較滑一點 所以雖然有點怕納豆的味道 但是師傅說 絕對不會吃得到納豆的那種 黏黏臭臭的味道 對 因為那對身體健康有幫助 那我們就先吃一口看看 那蛋皮好爽滑喔 而且我完全吃不到納豆的味道 其實我很怕納豆的味道 我吃到的是比較 比較濃濃的一種蛋香 豆香 那個醬油的味道 所以在這道菜裡面 反而是一個靈魂 對 它滿重要 它很重要 所以一定要用好的醬油 對 所以那食材整個風味 就感覺很優雅 為異味生長 對不對 對啦 好 吃了我們的這個 蛋炒飯之後 我們要吃這一道甜點對不對 對 好 所以最好就是用奶球 不要用牛奶 因為這樣才掛得上去 對啊… 然後有一點奶 椰奶可以嗎 椰奶 太重了 太重了 對 其實它裡面有黑糖 已經滿不錯 吃吃看 這未免也太好吃了吧 天啊 怎麼會有是… 怎麼口感是這樣 對 而且它真的 對於這個高血壓 非常非常有幫助 如果有的人真的也會很害怕 很難想像黑木耳把它打成汁的味道 但是你完全感覺不到 你吃的是黑木耳 對 對不對 對 真的很像是很高雅的日本點心 對啊 完全沒有那種你會害怕的那種 害怕那種感覺對不對 感覺在裡面 果然還是要用吉利丁 不能用洋菜豆 口感不一樣 真的還是 吉利丁媽媽媽還是不嫌煩的去買一下 沒有 該用什麼就要用什麼 對啊 不然亂 像我瞎呼嚨我 健康早點名養生好料理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師傅在用